中南海的气氛最近似乎暗流涌动,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猜测 8月22日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名单120周年 官方为此举办了纪念座谈会 邓小平的后人,包括他的嫡孙邓卓帝,息数出席 这场活动令关于现任党魁习近平和邓家不和的传言再次浮出水面 由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来看 邓小平的长子邓博方,次子邓側方 女儿邓林、邓男、邓荣 以及孙仔邓卓帝都延伸了谈会 邓卓帝今年37岁,曾经留学美国 回国之后曾经在广西担任地方领导职务 2016年卸任,今年4月 港媒报道说他已经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总监 而这间公司是由邓小平支持成立的中信集团的子公司 近年来,习近平的阻转路线引发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不满 台邓压习的传言在网络上里见不鲜 2018年,邓博方在残联七大闭幕会上 发表讲话,强调实施求是,保持清醒头脑的态度 这个讲话被部分海外舆论解读为暗批习近平 随后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辉因为集资集片罪被判刑 邓小平家族似乎都受到了打击 2023年9月,中共残联八大上 邓博方正式退出了,他掌控了三十几年的残联 这个举动和北京高层的一系列政治动作 一同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中南海试图通过纪念邓小平来为自己争取支持 但实际上暴露了中共内部的纷争 在邓小平名单120周年的座谈会上 习近平发表了超过6000字的讲话 高调评价邓小平,但是却删去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 这个变化显然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似乎意在强调邓小平个人的权威 而非当时的集体领导 习近平的讲话还特意将邓小平和中国式现代化挂钩 声称邓小平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然而中共现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政策强调内循环 和邓小平当年提倡的外向人经济背道而辞 讲话当中还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 这个是十年前讲话当中未曾提及的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 曾经违惑了很多人 如今这些梦想破灭 而共同富裕正在削弱民燃经济 与此同时 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 都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警惕 中南海试图通过纪念邓小平来稳定内部局势 但这种做法却难以掩盖当前的政治斗争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等待 等待传言变成现实 等待中南海出事 甚至出大事 外界还观察到中共党媒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节奏 习近平再次贫贫亮相 仿佛在回应三中全会以来的各种谣言 不过民间的传闻并非空越来风 虽然习近平的公开露面是一个信号 但更加重要的是观察其他高官的言辞和媒体的走向 今年北大学休假结束之后 政治局常委频繁量上 试图打破各种传言 展示权力的稳固 然而李强的表现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8月16日 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时候 只提到要学习观察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强调用党中央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这个本身已经透露出一些的异常信号 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的表现 8月20日 习近平会见匪制总理并接见奥运代表团的时候 中共中央层面政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 由蔡奇主持 奇怪的是蔡奇在讲话当中并没有好像往常那样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对于一位善于阿虞奉承 深得习宠信的高官来说 实在是反常 蔡奇在过去几年里面 屡次用极俊献明知能事的言词 离去赞中习近平 例如说他曾经说习有非凡的红材大略 软件却色和领袖风范 还说习的书籍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但今次蔡奇却在重要场合里面 只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令人不禁联想 在不带何优格的束后 为什么蔡奇的态度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类似的异常都发生在习近平的另一位亲信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黄小红身上 在中共三中全会后 黄小红在公开场合都曾经两次不提习的名字 儘管之后在人民日报发文的时候有所提及 但态度显得肤显 同以往的表现判若两人 不单止是这样 8月20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滬宁在全球华 乔华人促进中国和平同一大会上发来赫讯 虽然提到要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 但整体的语气较以往软化 对台政策的调门都有所降低 相比之下 他在去年发表的类似讲话当中 还在强调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而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 也都可以由8月13日外交部长王毅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出端倪 文章传递的讯息是中共外交不再提倡战狼式外交 而是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王滬宁的讲话语气与此相符 反映出中共对台政策的调整 同一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讲话都透露出变化 他在纪念全国人大加入各国会议 联盟40周年的活动当中 只是提到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没有好像以往那样频繁地提及 习的指示或精神 蔡奇、李强、王滬宁、赵乐际 这些常委的异常表现 或者都在暗示北京确实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但目前这些事件尚未完全浮出水面 习近平的频繁露面虽然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但并不足以解释全部 现在中共不单止内部压力不断增加 外部的难题都在困扰着当局 近日 澳局势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愿 澳克兰反攻成功 占领俄罗斯部分领土 令俄罗斯承受巨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中俄关系的错综复杂 在最近的高层互动当中再次显现 更加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共暗中帮助俄罗斯的怀疑 澳梅透露8月22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历山大 复明 在莫斯科和中共陆军司令李乔明举行会晤 讨论了双方共同关注的军事合作议题 这样进一步架剧了外界的猜测 虽然澳梅说李乔明是应俄方邀请进行工作访问 但是报道并未具体说明会谈内容 正是强调了双方对加强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视 突显出当前全球军事形势的变化 对俄中关系的影响 当前俄罗战局因乌克兰的反攻而发生突变 俄罗斯面临更大压力 此时中共陆军司令访问俄罗斯 时机显得格外敏感 然而中共官方对此行的报道却显得低调 没有相关信息披露 而在此前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国务委员岑尔琴 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先后访问俄罗斯 显示出中共对俄方的外交支持 长期以来 美国和西方国家多次警告中共 不要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并提供了一些证据质疑 中共的暗中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都表示 虽然中共未提供直接致命武器 但是为俄罗斯提供了製造武器的技术支持 中共对此类的指控委幕如深 而俄罗斯就频频公开中共的支持 仿佛意图将北京卷入近深 外界还观察到8月20日至22日 中共总理李强访问莫斯科 和俄总统普京 和俄总理米苏斯京 举行了重要的会晤 双方签署的联合公布中 一方面延续了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传统口径 另一方面都在细节上发生了微妙变化 暗示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 在超然调整 首先 公告当中不再提及中共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声明 这个和过去对其高度强调 形成声明对比 其次 尽管公布当中强调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 但在措辞上更加强硬 明确表示两国将坚决捍卫 自身合法权益 这个是模拟向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释放出一个信号 中俄关系虽然复杂 但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 依然紧密合作 此外 公布当中还首次提到了 优先合作伙伴的概念 显示出中俄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正在进一步深化 这些合作领域包括 北极开发 农业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航空领域 人工智慧以及监控技术等 几乎涵阔了两国经济 技术和军事的方方面面 然而这些看似全面的合作背后 隐藏着中共由俄罗斯 获取更多利益的意图 尤其在北极狂道 和农业贸易领域的合作 表明中共在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当中 寻求自身的战略利益 而在金融领域 公布提到要畅通 中俄正常贸易结算渠道 并支持双方在证券市场 以市场化的方式融资 这样转步强化了两国 在经济上的互助关系 公布当中的另一个亮点是 双方一致谴责 扣押外国资产和财产的行为 并强调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这样显然是针对美欧扣押外国资产 并将其用于资助乌克兰的做法 而在地方合作方面 双方提到了黑核子岛的联合保护开发 以及中国船只经同门 江夏游出海的合作事宜 虽然这些议题早已提出 但是显然进展缓慢 中俄关系历来复杂 既有合作都存在竞争 当前双方的合作关系似乎进一步深化 由于普团取暖之势 根据内部消息 习近平的军事也深不单只局限于台湾 还涉及到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将其限制在乌拉尔山以西 使其成为一个单纯的欧洲国家 在这个背景下 俄罗斯国防部都宣布 中共解放军陆军代表团 影帝达莫斯科 俄罗斯陆军用司令 萨劳科夫和代表团 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一致 称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成为全球和平和安全的重要保障 外界认为 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互动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显得尤为敏感 特别在西方国家对中俄关系 密切关注的背景下 中共和俄罗斯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显示出双方在面对外户压力 时候的战略调整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